Hello 大家好 多謝大家今天又按進來看我的影片 前陣子我去了韓國 這個旅程是令我對化妝有新的啟發 我想我真的有點職業病 總之我去到那裡就很留意那裡的女生是怎樣化妝 我又在那裡認識了韓國女生朋友 我就不斷逼人家跟我談一些化妝東西 你的皮膚是怎樣好 你的底妝又怎樣化 然後我就不斷地和Mini 衝入韓國的Olive Young 不停在那裡看化妝品 我就可以將我最近學到一些新的提示和分享 我們很感謝WikMake 贊助這條影片 原來WikMake 在韓國是有唇彩專家之稱 他們的唇彩連續三年在Olive Young 燒亮冠軍 你不用心急的 我只會試完所有的產品給大家 其實我這次去韓國就特別有留意韓國女生是怎樣化妝 在街上留意到大多數女生都是化很淡的妝 而且她們的皮膚真的很好 我剛巧有一個韓國的朋友就問 為什麼你們的皮膚是這麼好 其實也有化妝的 很厲害的位置就是她的妝可以做到又自然又無瑕 WikMake 她們也有出Cushion 總共有三種顏色 Vegan Clean Pure Cover Cushion Riving So Much 她也是用物理防曬 有SPF 38 入面是92%都是天然成分 而且通過了皮膚的測試 很開心 Clean Beauty的trend越來越厲害 我現在上一下這個Cushion給大家看 除了要靠產品好用之外 其實上的手法也很重要 一定要用在這塊膠 我會拍一拍它 令到產品均勻一點 在手背上試試份量 你看到薄薄的一層就OK了 給大家近看我的臉 其實都有很多不均勻的膚色 而且臉色看起來有點累 中間開始印開 其實真的用很薄的一層 一直印的時候 已經在美化皮膚 鼻邊的位置一定要遮蓋紅印 毛孔 其實我拿了一次產品 但一點都已經夠我印了 半邊臉 都很明顯 現在上了半邊臉 給大家對比一下 這個是Before After 這個色號 我覺得比我本身的膚色白了一點 但我都不是 因為有一種提亮 乾淨了的感覺 沒有那麼暗 還是會有光澤感 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會再用手指 令到產品更加融合在皮膚上 很細膚的手腳 別人看不出你做了事 Next Step 就是要修容 Bronzer 是我每天都很需要用的東西 讓我現在給大家很清楚 我看完兩種顏色 01是暖色系 適合全面用的 02是比較酷通一點 灰一點 用來做一些修容效果 就正得不得了了 可以靠Bronzer 在髮制線邊位 令到粉底更加融合 然後用灰色 主要針對在這個凹凸位 有剩下就可以加深咀嚼肌 因為這個位置 其實一剃了 很顯露 我也很害怕這塊肉 另一個Tip 就是韓國女生 喜歡用Bronzer去畫眉 你留意一下 就算是女生的眉毛 她們都很自然 簡直是有洞洞洞洞 都留在這裡 不要弄它那麼多了 這個灰色打肺影是很棒的 在眼頭這個位置開始打 就可以拉近眼距 我的鼻子因為太平太扁了 你看到旁邊都沒有什麼 所以我會用掃去感覺 凹凸位 稍為加深 這盒眼影很好用 我真的很佩服韓國 出的眼影影 她們很懂得把漂亮的顏色放在一起 很實用 有雅面 有閃粉 閃粉的粗幼度 都有小粒大粒 而且很漂亮 首先可以用近膚色 淺啡色做打底 大概到眉毛這個位置可以停 不要掃得太開 同一個顏色可以加在下眼線上 還有連接眼頭 然後可以用眼影盤 最深色這一格 韓國人的化妝技術已經很成熟 她們很了解到亞洲人的眼影 所以通常她們化眼妝 貼近眼線位 是最深 然後慢慢循序漸漸 深到淺 在眼線位開始加深 她們的妝很仔細 所以用一個細掃 要塗得好入 是要填補了360度無視角 眼頭這個位置要塗得好入 眼尾就不用說了 通常要向外發展 還有要延長 加深了現在很明顯 有些一行的 就可以用第二深色的一格 去推鬆這個深色 每一隻顏色都有它的用處 即是別人放在同一盒裡 就要好好善用 每一個啡色的 那種Julee 就用這個cream color 再在整個眼影的周邊推開 想有一條痕 有時候我不小心 經常掛著看這裡 但是我應該要看這裡 Wikmake這個品牌 進來香港 我覺得最造福日文的 一定是他們這個pencil liner 真的很好用 它還出了四個顏色 因為我自己的化妝也挺講究 我不會只用一條黑色 死實的眼線 有不同的選擇是很重要的 扭出來已經很幼細 很上色 很容易滑 然後你的行裝 我覺得是比較輕眼頭 是沾一點 細膩一點 可以用這個最淺色的pencil liner 輕輕加深回眼頭這個位置 這個啡色真的很棒 因為如果你用黑色 就不可以了 好死實了 很好啊 為什麼我能這麼聰明 做的化妝 然後延伸到這個位置 推開 我喜歡用這個02號 畫一條很貼的眼線 加一條pencil的眼線 會很聰明 而且我喜歡妝 是有層次感 用眼影推開 還有一個pencil 買來很軟 na 蝦粉 湛粉 然後 你知道別人化妝師 很講究的眼線嗎 Очень Everyday 眼線用的es 也有兩種的顏色 眼線用來的水 透明度較高 很可以使用 這個brand的眼線 elected 建議 但無論是Liquid和Pencil 顏色又做得好又持久 而容易用 我會再用眼線液畫一條很幼很幼的 真的是最後了這次 好煩喔 不要吐那麼多東西 心想 這個眼線筆是可以說臥蠶的 少少 立刻用棉花盤推開 臥蠶啊 我有臥蠶啊 我也有臥蠶啊 這個眼影盤有些很漂亮的閃粉 怎麼可以不用呢 它的閃粉真的很閃 我會加一點點在臥蠶 有時候好像很基本的說臥蠶 是真的加了一些閃粉 還有陰影在這裡 所以會令眼睛比較大一點 還有這個位置是縮短了 像臥蠶 再年輕一點 嗚 慢慢承認了 我覺得我自己的樣子 我真的好興奮啊 加一點點 這個要很小心 其實很閃 顏色又要拌一點 兩個都漂亮 所以兩個都用 再忍一點點在眼皮上 就快完成了 還有呢 我想說這個眼線 很持久 我已經用了好一段時間了 完全沒有使用 沒有用 Woo Mascara 它們是有出兩種顏色的 一個是未去到黑色的深啡色 一個是純黑色 我現在塗給大家看 看完這條片 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了產品不同的顏色 就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 它就有點像我原本天生的眼睫毛 如果一些真的喜歡化很淡的女生 就可以用這個了 如果我的睫毛比較幼 眼線都會深一點 你塗黑色的話 毛就會明顯出一點 黑色Mascara 和深啡色Mascara的對比 我想說 這一盒眼影其實是連上胭脂 which is so good 這個胭脂 很喜歡 淡橙色 粗提亮的效果是超好 是會令到皮膚飽滿了 好像有骨膠原和整個流線是順暢了 令到你減靈 後生氣色好的一個胭脂顏色 Oh my god I love 然後試給大家看這個Wikmik的highlighter Mixed Blurring Volume Highlighter 聽到blurring這個字 在highlighter裡面是有一種放心的感覺 因為通常highlighter就會很閃啊 令到你的毛孔放大和更加粗造 試給大家看 它是不是真的blurring 看上去就不是超級閃的 它的亮度也是很subtle 它可以慢慢build up 令到它有一種提亮的效果 我的眼珠都很邪屍 不是那些神經病的 都是偏自然的 好像皮膚的光澤 不像是化妝化出來的那種閃粉highlighter 我可以很放心用到鼻子 因為鼻子通常的毛孔比較明顯 所以你不想再highlight 那些毛孔 我突然覺得這個highlighter 是自然可以用到 這些T字位也不會怕 全面都可以用的 大致上是這樣 現在可以化唇膏 唇膏有很多顏色 因為它們全部顏色都很漂亮 揹上眼鏡 就抽了這支05號色 看看它是什麼 是一個鮮的桃紅色 有些不像我平時會用的顏色 但是 我有信心可以處理 很好 我本身的唇色都很硬 它是一個比較水和很薄的質地 它推開就有一點霧面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顏色都可以 就這樣用這個applicator和手指 我都覺得很容易控制 它本身的質地是很薄 很juicy 它一推開了就會變成一個霧面 顏色都很透 所以可以慢慢增加 Water Blurring Fixing Tint 它裡面加入了8種透明質酸 就算它霧面絲湧的質地 也不會很乾 很顯純密 它一設定之後 是很持久的 即是它不會轉移 而且很好 因為現在經常戴口罩 這個不會轉移 是很適合在我們這個 COVID的季節去塗的唇膏 試給大家看 如果它變亮了 應該都會很漂亮 有一種啫喱的感覺 DIY加一層透明的唇膏 它又有另外一種風味 這個就是我的Version 我這個韓國女星的 makeup 就算是一些女明星走紅毯 或者是一些很大陣仗的 他們的妝容很精緻 但看上去也是很柔和 不作妝的 而且我覺得很上鏡 試試試自拍 看看 有沒有小小 我真的有 Sorry 我忍不住不斷看著自己 我這次也很滿意 這個妝容 是有好看過很多 比化妝前 我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謝謝大家這次收看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 Bye